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和台湖版传说对决的英雄对比 然后我们上期说到这个英雄四条腿和王者荣耀哪个英雄技能相同 然后今天就是对比的英雄就是蔡文姬和蔡文姬比较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皮肤 然后他这个英雄需要夺宝 应该是活动 现实活动够获得的 而且还是早期的蔡文姬的技能 现在蔡文姬是改版了 改版了好几次吧 改版了几次之后了 比较 比较溜了 现在的蔡文姬可是有的时候 钻石钻位上面还要把它给进了 太 太无耻 太难打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湖版的蔡文姬的技能 首先他是四条腿啊 长大的 有点像长大的蔡文姬变异了 变成四条腿 这是他的一技能啊 早期是这样子 就是也是补血 补血 但感觉好像没有现在补的能力 补血能力强啊 而且早期大招 早期的大招有点问题啊 不能动啊 动的话大招就没了 可以看到他打我两下 然后我开个一技能补血 那也都是给团队补血 二技能 二技能和蔡文姬一样啊 就是那个 减速 眩晕 眩晕 要有多人的情况下 眩晕晕的效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大招 大招 不过大招有副带伤害效果啊 但是不能动 这个问题很明昧 而且很明昧 就像完刀军一样啊 完刀军失望大招一样 如果有人碰他是吧 有人控制他 他这个大招就有点废了 早期的 早期的蔡文姬就这样子的技能 然后我们看现在的蔡文姬是吧 一动补血 感觉这个补血时间会比 会比那个财富榜久一些啊 因为站在这不动的时候 蔡文姬还会在那个座机上跳舞啊 这个被动技能也不一样啊 被动技能打下自己会恢复补血而且加速 早期是被打在地方有减速啊 那被动也不一样啊 我们看补血能力啊 边补血也边跑啊 但是补血好像都是绿血的 真的感觉是蓝色的绿血啊 这弹能也是比较繁能的东西啊 二斤的啊 特别只要是冰多的情况下 弹 弹的话 弹得更多啊 我们来看大招 大招好像没有伤害现在啊 大招 以前的大招就跟台湖版一样啊 但是 现在不行啊 现在是也能补血啊 但是也能 这有好处吧 要是 要是能 像台湖版的大招 大招又能有伤害 还能移动就好了 不需要他的那个大招补血 就要加了大招伤害 那就算了 这个放我野管又有点像 像完刀军的暴风剧 那那个感觉吧 但是 难常硬直把对方一起给转 嗯 主板就用这个打还是比较少 那最后我们来看下这个技能对比 我们这边开下技能描述 这边是台湖版的技能描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也会有玩的 那这边是正湖版啊 就是玩者荣耀 荣耀菜文技版的啊 最后我们开下这个一群呢 我们下期也要到来这个一群 大家猜这个一群 好 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 网友投稿那个露娜武杀的视频 好 本期就到这里系列的单线了 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 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的视频 欢迎投稿到微信公众号 或者Q邮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